Hello,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插画师小姐姐露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喜爱的Trader Jaws 有哪些我非常推荐的零食 纽约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纽约的Trader Jaws里面有多么的疯狂 里面真的是人山人海 大家进去之后就是把货品 他们好像都知道哪些东西都在哪里了 就是进去之后就走到固定位置 然后抓一把,然后放在框子里 然后走那个队 而且排队结账的那个队 真的是无敌剧场 就是感觉可以绕地球三个圈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纽约根本没有闲情意志 去逛Trader Jaws 更别说去探索那里面好吃的零食 有哪些单日班来圣地亚哥这之后呢 发现这块每个区都有一个 就是每一个居住区都有一个Trader Jaws 所以我也是真正的好好探索了一下Trader Jaws 发现了有许多又便宜又好吃又健康的零食 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和我们一起又吃好又健康又美丽 那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开始分享 第一名呢是我最最推荐的就是我当时吃了一口 就立刻有一种眩晕感 就是一种美轮美奂感觉的就是这个杏仁巧克力 它的名字是Sea Sod and Turbinado Sugar Dark Chocolate Almonds 就是海盐黑巧克力杏仁 或者是海盐杏仁 黑巧克力 它是圆圆的有黑色巧克力包着一根大杏仁在里面 里面那个杏仁特别的大 你咬下去一口呢还脆脆的感觉 因为外面是黑巧克力嘛 所以没有那么的甜 外面还有一点海盐 所以就是又咸又甜又有坚果又有黑巧克力 这些所有东西都加在一起 你想一想那个感觉能够好吃吗 真的是很好吃 而且它的卡路里也不高 一颗大概也就十六十七这样 所以你可以吃个七八颗都无所谓 每一天吃个七八颗 而且你补充的是杏仁啊 是优质脂肪 所以而且黑巧克力也是优质脂肪 所以吃着毫无压力 我觉得这个是我TraderJose 这些所有零食当中最喜欢的一个 第二名呢 就是所有的YouTuber和中国小姐姐们 都最喜欢的一个TraderJose里面的一个甜品 雪糕就是Mango and Cream Bars 芒果奶油雪糕 这个是所有人都推荐 所以我也是经过大家的推荐 去尝的我觉得确实很赞 它那个芒果雪糕的味道 芒果那一般会大一些 Cream那一般会小一些 而且那个芒果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Cream的味道没有那么腻 所以吃在一起又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 还有一种非常清甜的芒果味道 所以这个我也挺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一个BAR一个雪糕只有60卡 所以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压力 这个也是很不错的 那第三个我在TraderJose找到的一个非常美好的零食是烤椰子片 这个烤椰子片呢也是很多人推荐过 当然我是一个椰子片的爱好者 所以吃烤椰子脆片呢 是我完全我觉得比薯片要好吃很多 它的名字叫Rosted Coconut Chip烤椰子脆片 那它给我这种感觉其实很多很多个零食经销商其实都有卖这个烤椰子片 比如说我之前吃的就是Dang Dang那个牌子就是东西都很好吃 D-A-N-G 它在Whole Foods里面有卖 但是它的价格稍微高一点 但是TraderJose你知道的 其实我在这里都不提价格 因为TraderJose里面全都是非常可以支付得起的商品 所以你去那购 我没有什么压力 买一堆可能也就四五十三四十美金 而且能吃上好久好久 它的价格差不多都是199 299 399 4.99 这样就是很便宜很很能支付得起 而且味道确实性价比非常高 这个烤椰子脆片也是我觉得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而且摇起来脆脆的 我觉得就是一吃就停不下来那种感觉 而且也挺健康的 一包椰子脆片320卡 比你吃薯片要健康太多了 第四个我要推荐的零食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零食 是杏仁的零食 而且的味道非常的独特 是泰国酸辣口味是没有听说过 但是我们的Trader Jones里面有卖 它的名字叫Tai Lime and Chili Alments 泰国酸辣杏仁 它的味道就和泰国的东英公汤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这包还没有吃完 因为Alments吃起来杏仁吃起来稍微慢一些嘛 毕竟是坚果每一天吃个十颗什么就可以了 因为是杏仁嘛所以很健康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好吃 大家如果看到一定要买这个 因为我其他的商品都吃光了 而且有的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所以可能没有食物给大家 但是我觉得照片也看得很清晰 就是什么样的包装 什么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它的内线什么样子 所以我在图片上都有给大家展示一下 而且这些零食都是我最最推荐的 这个真的是我近期的杏仁口味的最爱 因为真的在其他地方没有找到这个味道的杏仁 但是我们的确德旧里面就真的有一些很奇怪的口感 但是吃起来就会让大家很上瘾的这种味道 那第五个我要推荐的呢 是一个抹茶爱好者的一个心头爱 那也是很多youtubers推荐的一个商品 它是matcha almond beverage抹茶杏仁饮品 又是杏仁是不是 其实杏仁真的是很健康 我之前不爱吃杏仁 但是近期我知道它对身体好之后 开始慢慢的去体味它的味道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这个饮料呢是有抹茶的口味 而且它抹茶的口味非常非常的浓 你基本上没有感觉到里面有杏仁的口味 但是它是杏仁奶的感觉 所以抹茶加杏仁奶 你想一下 想一下都觉得很好喝 这个好像是Trader Jones的新商品 那我看到抹茶我就买 因为我很喜欢抹茶的味道 那这一大盒呢真的是挺大一盒 我差不多能喝个三天这样 是240卡 也非常健康 所以你要试一下哦 第六个我要推荐的零食呢 其实不是零食是一个速冻食品 你知道Trader Jones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速冻食品 让微波炉加热两分钟 或者是烤箱烤个十来分钟就能够好的这些速冻食品 那我最推荐的呢 有很多 那在这个视频当中我先推荐几个我之前吃的还不错的速冻食品 首先要介绍的呢是印度的一个全素马萨拉 它叫Vegan Tikka Masala 那马萨拉就是印度的一种 就像那种咖喱一样的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汁 还有一些就是有点就是很像咖喱的那种感觉的 但是这个是全素的 它里面那个代替肉的那个肉 就是假肉制品其实吃起来味道非常的浓郁 而且也非常有口感 所以你不会感觉啊 我是在吃素 而且它这个餐盒里面还帮你配有米饭 所以真的是十分的方便 如果你赶时间啊 或者是懒得做饭 其实你就用烤箱烤个二十来分钟 这个微波炉大概是六分钟吧 特别的方便 所以六分钟之后就是浓郁的马萨拉酱 加上一个香喷喷的米饭 而且它的米饭还是有自然味道的米饭 所以真的是一个完全不是糊弄的那种 一顿午餐或者是晚餐 会让你非常的有满足感 而且一盒只有四百多卡的热量 四百三十卡的热量 也非常的健康哦 吃完之后还可以再加一个什么冰淇淋之类的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因为很健康又很美味 那第七个我要推荐的食品也是一个速冻产品 它的名字是Mushroom and Black Truffle Flatbread 就是蘑菇松露披萨 是不是一听这名字就很好吃 对 如果你和我一样很喜欢松露的味道的话 你一定要尝一下这个披萨 因为这个披萨真的是满满的松露味道 你咬下一口之后 那个松露味道可以营绕你很久很久 而且这个披萨还是脆脆的那种感觉 上面芝士也很多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 但是它一盒热量其实并不低了 它这个热量一盒是780卡热量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分两次吃 如果你一次就吃一个披萨 其实也是有点多 你可以一半 然后另一半可以第二天吃 或者是隔几天再吃 你可以切一半 然后再配一个沙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午餐了 第八个要推荐的产品是一个酒 如果你和我一样 有时候会想喝一些酒的话 那这个酒呢 是一个非常健康又美味的酒 因为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卡路里 我们一定要把卡路里用在美味的事情上 那这个酒呢 是一个Cider 就是苹果酒 它的名字是Henry Hosper Heart Pressed for Rosé Cider 是苹果玫瑰酒 那这个酒我觉得很神奇 它是个Cider 是苹果酒 但是它喝起来是有C的味道 就是有点玫瑰酒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用什么高科技啊 但是它是一个Cider 所以是蛮健康的 毕竟是用苹果做的嘛 而且它喝起来是玫瑰酒的味道 看起来粉粉的 漂亮亮的 因为我也是喜欢颜色漂亮的酒嘛 当时看到它我就觉得应该还不错 但是回来之后尝了一下也确实很好 所以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它一瓶只有160卡的热量 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可以完全做一个和你男朋友一起浪漫时刻的最佳饮品 那现在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些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很多YouTubers和美食博主都推荐的一些其他的零食 其实他们也还可以 所以我说这是一般般推荐吧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 因为也没有那么不好吃 在Trade Joe's我还没有发现我不喜欢的零食 目前还没有发现 以后发现的话也会跟大家说一下 那下面是一般般推荐零食呢 它们都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这个酸奶 它是一买是买六个 三个是香蕉三个是草莓 所以它是它的名字是strawberries and bananas and cream yogurt cup 草莓和香蕉奶油酸奶 那我把香蕉都喝完了 这还剩两瓶草莓的 其实它味道还不错 有点甜 其实我觉得有点过于甜 而且它味道还蛮浓郁的 但是它真的是太小了 我觉得看一下有多小 我觉得起码比正常的酸奶杯都要小一半吧 而且它这么小 还有140卡的卡路里 我觉得并不是很划算了 所以我觉得去吃的粥子可以选一些 就是零脂肪或者是低脂的酸奶 我觉得它们也都非常的美味 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这个 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些其他的 那第二个一般般推荐呢 是一个辣味芒果干 它也是我看到一个YouTuber推荐 所以我买来试一下的 因为我知道吃的粥子里面的果干还都不错 而且我又喜欢吃辣味和酸味 味道重口味的一切东西 那芒果干也不例外 我要尝一下辣的芒果干什么味道 所以我就买来了这个 Chili Spiced Mango 辣味芒果干 其实它的味道也还可以 但是它我发现我唯一不太喜欢的是 它里面有添加糖 就是它里面添了很多的糖 所以它很甜 我觉得可能这种辣味芒果干 里面都会有一些添加吧 但是我吃过一个墨西哥的辣味芒果干 真的是把我给震撼到了 我觉得实在是太好吃了 所以可能以后我还会去墨西哥超市 买辣味芒果干 可能Trade Johnson辣味芒果干 我就不会再去买了 但是我看YouTuber 有一些推荐是 它的一款叫Just Mango 就是只有芒果 就是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芒果干 所以那一个我下次可能会试一下 好不好吃再推荐给大家 那下一个呢 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个 Travel松露口味的薯片 它叫Organic White Truffle Potato Chips 有机白松露薯片 它的袋子是长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的薯片呢 其实就是一模一样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很薄很脆的那种薯片 所有的美食博主在视频当中都是打开袋子 然后一闻说 松露味道好浓 但是我打开之后 我没有感觉到松露的味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对土豆的味道比较敏感 所以我打开之后 我就感觉是就薯片嘛 而且吃下之后 我就觉得那就是薯片嘛 那还有什么味道 就是会有一点松露的味道 但是太淡太淡了 我觉得跟我那个吃到的松露 披萨完全不能相比 所以如果是真的是松露爱好者呢 我其实并不是特别推荐这个薯片 因为12个薯片就150卡 这一大包是6乘150 所以900卡的热量 所以你想吃这么一包薯片 但是这个也挺大的 所以其实也还可以了 就作为薯片来讲 它就是属于正常的这个热量值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松露薯片的话 它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最佳职责 那下一个一般般推荐呢 也是一个松露味道的产品 它是一个速冻食品 是Mushroom Ravaoli with mushroom truffle sauce 蘑菇汁松露意大利饺子 其实这个意大利饺子呢 我们当时做完之后 我大哥他吃完之后就高兴得不得了 他说啊这个简直是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那我吃的时候呢 我觉得口味还行 但是它饺子皮真的是太厚了 我吃了之后就感觉就是吃饺子皮嘛 有可能是因为咱们中国的饺子 把我给宠坏了 所以我吃饺子一定要吃馅多皮薄的 但是意大利饺肉 就是里面的馅那么一点点 外面的饺子皮那么厚 所以我觉得吃面皮 我觉得好像并没有那么美味 而且它的松露味道也没有那么浓 所以我觉得一般般吧 可能下次不会买了 可以再去买那个truffle pizza 那个更好吃 它的热量还是蛮低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意大利饺 还是蛮健康的 它一盒是570 一袋 它一袋是570卡路里的热量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那个松露披萨 那今天我就分享了这10个产品 是我在Trade Joe探索的一些 自己还比较喜欢的一些产品 还有一些大家推荐的产品 所以如果你附近有Trade Joe的话 也可以去试一下 而且纽约小伙伴 你以后去的Trade Joe 你就跟着我的推荐走 不用每一个货架都看 因为你也没法去看 所有的人都那么着急 是吧 你就可以走到哪一个货架 然后就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 拿起来就走 尝试一些我推荐的这些食品 有一些我觉得你肯定也会喜欢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推荐一些其他零食给我 也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来探索美食 而且又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拜拜